好 最后我们来复习一下 刚刚有同学问说 那这个双线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是单线 那这个为什么是双线 我们来解释一下 那解释之前 这边再稍微复习一下 一个叫做Cardinality Ratio 那Cardinality Ratio 你就把它想成说最大的参与程度 最大参与程度的话 是看这个的 所以每一个InProE 最多最大参与 只能属于一个Department 那每一个Department 可以有多个员工 多个员工 所以这就是一对多的 或者是多对一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意义上是这样来读取的 所以它showed by present appropriate number on the relationship of age 那我们说 最好就是有最大参与程度 跟最小参与程度 我们希望说我们考试的时候 是用最大参与程度 跟最小参与程度 来做的这样 好 那另外就是一个 participation的constraint 它又分为total跟partial OK 那我们看total的意思就是 画双线的话代表total 画单线的话代表partial 那什么意思呢 这意思就是说 在employee里面的每一个员工 全部都要参与 也就是说 他不能够认的 不会有一个employee 没有属于任何department 这个total的意思就是这个 total就是他一定是全员参与 不可以有一个员工没有department 叫total的概念 那这边看一下 department也是total 也就是说 department里面 至少也会有一个员工存在 它没有最大多少的限制 这样的 所以这也是total 也就是说不可能一个department 里面一个员工都没有 这个也是不容许的 这叫total的概念 那什么是partial呢 partial的意思就是我们看这个 你如果说这边画双杠的话 那代表这是非常小的公司 因为每一个员工都是主管 就像我们的中东府 你知道吗 中东府的警备一处 全部都是军官 没有兵 所以他们都是主管 这有可能是 有可能有这种部门 那一般都是有士兵 军官 这样形成的一个军事单位 但是有很特别的 因为要守护总统 副总统这些特别的这些军队 它里面都是有军官 没有任何的士帝 所以这个变成total 所以这例子里面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total代表什么意思 你如果说内推的话 这边是total 这边是partial 什么意思 刚才到41 41号有吗 是不是叫欧国 51号有没有 51号 这样total可以的意思 51号有吗 61号 没有 那就回到2号 2号有没有 2号中绝 4号 2号 12号中绝 有没有 22号 好 这边怎么解释 这边total total就是全部参与 全员参与 这边只有部分参与 这边应该比较好解释 这边是什么意思 这边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当时只有画 画那个部分参与呢 全部参与就是total 然后部分参与就是simple nine 这个意思就是说 employee 并不是所有的employee 都是主管 都会管这个department 对不对 这个employee 不会每一个都是主管 我刚才讲说 唯一意外就是那个 那个保护这个总统 副总统 行政乐场 那个队 好像叫什么 中国御术 还是什么 有和示威队 还是什么的 那个里面都是官 没有兵 这边的话一定有兵 但有些就是一般的员工 没有管任何的部门 科长也没有管部门 所以并不是所有人 都有就是这个部门的主管这样 然后这边开过去的话 total 为什么 每一个部门 都要有一个employee 来当这部门的主管 没有意外 全员参与 就是说每一个部门都有 这样理解吗 刚才不是 这样我听 好 那你帮我解释一下 employee跟dependent 这是什么 什么办法 解释 这样要怎么解释 这个是 这是parsual 这是total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办 为什么这么办 那你用白话文解释 这是员工跟 员工跟他的子女 知道怎么解释 用白话文来解释 每个员工都有 每个员工都有职理 那应该是双钱 不是吗 不是每个员工 对 那我听错了 不是每个员工都有扶养职理 有些单身根本没有 或者是有些结婚的但是没小孩 所以这个就是parsual的关系 不是所有的员工都有子女 没错 非常好 然后这边飞过去人 这边过去是 头头 为什么 对 既然你要抚养这个子女 一定要隶属于某一个员工 别人的小孩就不会放在这里面 对吧 所以这一定会 一定会对应到一个员工 这个被放在我们资料库的 抚养的子女 一定会有一个员工跟他对应 所以这样就解释对了 好 谢谢你 好 那这边就是 差不多描述了这个大部分 那唯一的就是我们讲说 最多参与度跟最少参与度 没有说出来 所以我们要的就是要 刚才讲最多的参与度 跟最少的参与度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 这边这个一对多 多对多跟一对一 这个方式 改成最大的参与度 跟最少的参与度 所以给你一个例子里面 你要描述出来 它最大的最小的书 这样子 好 所以 specify of each participation of entity 5E in the relation 所以有一个entity 这有一个relation 那当然 以亚马格 就是还会对应到另外一个entity 然后描述最大参与度 跟最少参与度 这个当然有解释过 你知道吗 所以我刚才讲说 我们可以描述 010 所以这边的意思就是 每一个部门都正好有一个员工来管理 这边缘一个部门 最多一个最少一个 就是正好一个来管理这个部门 从这边看过去 在这个员工里面可能有 或可能没有 可是你有的话最多只管一个部门 所以这一群员工里面 你如果有管的话 那就是1 如果说你没有管的话就是0 所以最多一个 你最多只能管一个 最少那就是没有管 所以是括号01 好 那你也可以用这种来描述 如果11跟11 那怎么解释呢 就是说 从这边看过去 这个员工 然后呢 这个正好 最多一个最少就是正好 正好一个 这个隶属于我们的部门 就work for这个department 那一个department 最少一个员工 最多没有限制 所以这个最少的限制条件 跟最多的限制条件 所以这个读下来就是一个department 有1到最多一个 最少 最少一个 最多可以无限多个员工 那这边就是我们 最后会请同学画的 我们的考试里面 会有一些这个题目 然后你就按照这个题目 把这些ER把它画出来 这样子 那我们的这个第三章的练习 也会让同学有一个机会 来去读一下 那个我们书后面的这个习题 你可以去看一下 这样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会做到的 那 其实就刚才讲 一个部门最少4个员工 然后呢 这个最多可以无限 这样 我们就把这个关键性 然后这个画上去就对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了 in pro e 跟这个 siposition 刚才是22号吗 32号 好了 你想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 每一个员工 每一个员工 你要看这边 看这边 右边 好 每一个员工 然后呢 最少一个丧尸 最多一个丧尸 最少是这个 明明是没有丧尸的 怎么会最少一个 最少一个 然后呢 最多一个 所以谁没有上司 一个公司里面谁没有上司 董事长没有上司 所以总经理上面还有董事长 董事长就没有上司 所以就是描述 一个公司里面呢 你就是隶属于我一个 人的知属的这个下属 但是呢 只有董事长他最大 他没有 所以是01 那这边怎么解释 所以一个上司最多 可能一个都没有管 对 所以一个上司最多 可能一个都没有管 那其实他就不叫上司 还是最低的成绩 就是这个 这个员工级的 员工级的 员工级的根本就不是上司 所以就都没有管任何人 所以在这里面 没有管任何人 那如果有的话可以无限 对不对 那就可以没有做这种的现实 这样 好 那这就是最后 ER model就是这样形成的 那有了这个ER model ER model 什么来的 就给我们读这spec 就是一开始 就是描 不是描述那个公司的 他的一个需求吗 那一个公司里面呢 有很多部门 部门里面有很多员工 然后员工呢 有很多project 然后一个project 里面有很多员工参与 就把那东西 就都变成这个 这个ER model 这样子 然后最后就是把这个 participation的 这个把它放上去 OK 那就完整